Federy 新推出的Torrent 机箱 刚刚各位看到的就是Federy 在分行工艺新推出的Torrent 机箱 是他们家新推出的一个全新系列 与今天8月18日正式解禁 这是一款长54厘米 宽24厘米 高53厘米 容量约68升的准全塔机箱 之所以我会称它为准全塔机箱 那是因为Torrent比起一般中塔机箱还大那么一些些 我把年龄的Langcool AirMesh放在它的旁边 你都能看到Torrent还是大了那么一圈的 但比起自家的大号机箱Define 7SL 却还是小那么一点点 通过分行工艺的内部能源所说 这款Torrent是专门针对风冷散热器所优化的一款机箱 从里到外都是全新设计的一个新系列 有别于一款分行工艺其他的机箱 Torrent采用的是更加久远的上置电源设计 之所以不采用目前主流的下置电源设计 也是因为如今显卡的功耗和发热日渐增高 为了在针对显卡散热这部分起到更加好的效果 才将电源位置改为上置 实际的散热表现待会我也会给出对比数据 当然另一个独特之数就是前脸搭配了两把超大风量的18厘米风扇 这个规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少我到现在还没看过哪款机箱是标配了18厘米的风扇 如果各位有知道或看过的可以欢迎让我知道 这款全新的Dynamic X2 GP-18 PWM是一款18厘米的风扇 厚度来到了38厘米之后 也因为如此风量也来到了最高的153.7 但噪音却维持在最高35.4分贝 当然缺点就是这18厘米的风扇选择并不多 除了工业级别风扇 目前应该就只有分型工艺一家有推出18厘米的风扇规格 但是Torrent随机箱也标配了前脸风扇转换支架 可以利用这对支架进行不同规格的风扇更换 以达到支持3把12厘米或14厘米的风扇兼容情况 同时除了兼容主流240、280、360冷排 最常还兼容420规格的冷排 底部默认提供了3把Dynamic X2 GP-14 PWM风扇 全都是14厘米规格的 单把最大风量为105.9 最大噪音在33.7分贝 性能也算是非常的均衡 因为有了这3把风扇 显卡的散热可以获得飞跃的提升 此外这3把风扇都是通过这个模块支架来进行安装的 进行风扇安装或拆除的体验也会有好不少 底部的位置除了原配的3把14厘米风扇 也能够替换成和前脸一样的2把18厘米风扇 只不过由于18厘米风扇的厚度会更厚一些 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的走线体验 另外底部也同样能够支持最长420的冷排 但没办法同时在前脸和底部兼容420冷排 这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通人机箱后方是以全网格来设计的 很大的程度提升了机箱内部的通风性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比较容易入层 而且原配的情况是没办法添加防尘网的 对机箱容易入层感到讨厌的 我也没办法了 后方也提供了一个风扇位 能够支持12厘米或14厘米规格的风扇 原配是没有预先安装风扇在这的 需要自己另外安装 三支电源是需要通过卸除顶部的塑料顶盖 打开了之后就能看到电源窗的位置 相比起常规的下支电源来说 安装的体验会更加舒服不少 这是ATS电源 电源窗的旁边还附带一个ARGB灯条 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不接上ARGB接口 我个人是觉得可有可无 这个灯条说不上是特别好看 没有它也无所谓 顶部的底盖是塑料材质 表面着采用雾面的喷漆处理 优点就是外观的城市会更加好看 缺点自然就是比较容易沾上灰尘和手印 因此Toro原配也提供了一个丝绸膜布来使用 前置接口部分 Toro提供了独立音频和麦克风接口 两个USB3.0 Type-A 一个开机键 一个USB3.1 Gen2 Type-C 以及一个重启键 接口部分给到算是挺完整的 符合目前绝大部分的主板使用 主板支持常规的ATS MATS ATS 以及EATS规格 甚至连服务器级别的EEB和CEB规格也同样支持 而且学习机箱也附赠了这个显卡之下 提供长显卡的支撑用途 两侧的侧边采用的是强化玻璃面板 固定方式还是保留了分型工艺一贯的免螺丝扣装的方式 这一点也是应该获得保留的 接着来看看机箱里线唱部分 Toro支持最多4个2.5吋硬盘和2个3.5吋硬盘 有别于影碗分型工艺给人感觉是支持多硬盘兼容的印象 而是选择了砍掉这部分的特性 为了就是把技能点都点到风道设计的优化上 里线是分型工艺一直以来比较上场的 这次也并不例外 在机箱里线唱这里给了非常多的里线魔术贴 并且里线唱的走线空间和设计都非常合理 里线起来的体验自然也是一如既往的好 而在下方提供的是一个Nexus 9P Slim PWM的极限器 可以支持900PWM风扇接口 在通过Nexus 9P Slim的数据接口接到主板上 来形成PWM同步 Nexus 9P Slim支持12V输入和输出 最大输入电流为3A,最大供电输入为36W 基本上哪怕是接上猫头鹰、IPPC这类风扇 都能够同时支持9把的完整供电 一般擅置电源设计对于电源供电线的走线也会相对比较不友好 而分型工艺为Torrent提供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 就是在机箱左侧边缘提供了非常多的里线魔术贴 方便在安装好线材后一并进行整理 Torrent有好几个版本可供选择 黑色款式带玻璃侧透的规格 分别有高透明度的Light TG Panel版本 以及黑化玻璃的Dark TG Banner版本 另外还有一款无玻璃的Solid Panel版本 此外Torrent也会有灰色版以及白色版 但这两个颜色只有独立一款 并不像黑色版那样拥有多几个颜色的款式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RGB灯光版本 就是以全黑Torrent的规格基础下 将原本的所有风扇替换成Prisma ARGB风扇 Torrent VLAG的官方定价是在189美金 包括灰色和白色款也是一样的价格 而Torrent Solid是179美金 以及Torrent RGB是229美金 你们觉得这个售价如何呢? 欢迎各位评论分享你们的看法 前面用了很多篇幅 来和各位分享这款Torrent机箱的众多特性 现在就来正式装机体验吧 我给这个Torrent机箱安装了Intel Core i9-11900K 搭配了华硕RG Street G590A Gaming Wi-Fi 散热器是猫头鹰D15 Chromlex Black 记忆体内存是两条16GB的科副Block SDDR4-3200C16 显卡是七彩虹的RTX3070Ti ADOC 硬件搭配为全黑色带银白的外观 外加一点点红色的灯光点缀 这样的装机成果外观 你们觉得如何呢? 接着就是来进行温度测试了 为了能够控制好变量 我给这一颗11900K锁定在全核心5G 1.35V电压 同时也会以CPU单烤FPU 显卡单烤天天圈 和FPU加GPU天天圈双孔 一共三个模式下进行 每个模式的烤机时间都是20分钟 FPU烤机功耗在220W左右 显卡烤机功耗在290W左右 测试的室温在24-25度 湿度我40-50% 此外为了能够有个对比参考 我也会另外将同一套配置 安装在分析工艺Matchify 2 Compact 来一同进行对比 Torrent比起M2C在温度表现是绝对碾压的 在单烤FPU低了4度 单烤天天圈低了8度之多 双烤CPU的温度也低了7度 双烤的显卡温度也低了8度 我还对比了之前 同样采用D15压索全核心5G的11900K 在开放式平台下的温度数据 基本上和Torrent的温差也就只有2度 可见Torrent在风道优化上确实是做得很大位的 而在显卡的散热表现可以说是有着绝对的明显优势 这也是绝大部分主流下置电源设计中的中塔机箱 所没办法给到的散热表现 再来是噪音测试 由于烤机时的温度也不低 而噪音基本都是在满足下进行的 我录制了一段在进行温度烤机测试时的噪音给大家参考 满足的情况下 2把18厘米外加4把14厘米风扇的满足噪音确实很感人 因此我调整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转速 再进行多一次噪音测试 此时的噪音表现就舒服了很多 然后同样是进行多一轮温度测试 来看看这个较为舒服的静音模式在对比满足状态下的温度表现 单烤FPU温差在4度 单烤甜甜圈基本一致 双烤的CPU温差在6度 双烤的前烤温差为2度 各位觉得这样的温度表现如何呢? 基本上就算是降低了风扇转速 达到了相对静音的水平 机箱内的散热也不会因此下降非常多 温差较为明显的则是在CPU散热这一块上 而显卡可能是因为是使用3070Ti 发热的情况并没有3080、3080Ti和3090那么夸张 因此满速和47分贝模式下并没有明显的温差情况 不过我的散热测试到这里还没结束 Torrent机箱同样是支持自家Flexbee-20的显卡塑装支架的 因此我也很想看看在Torrent切换成显卡塑装模式后 是不是也会有普遍显卡塑装导致散热变差的状况出现 于是我又跑了一轮满速和47分贝模式的温度测试 分别测试直插模式和塑装模式的散热对比 先来看看满速模式的对比情况 单烤FPU下直插模式低了1度 单烤甜甜圈则是塑装模式低了2度 双烤的CPU温度则是直插模式低了2度 而双烤的显卡温度又是塑装模式低了2度 47分贝模式下的情况也是如此 单烤FPU则是直插模式低了2度 单烤甜甜圈则是2B一致 双烤的CPU温度则是直插模式低了2度 而双烤的显卡温度又是塑装模式低了2度 从测试结果来看塑装模式在显卡散热上反而是更好一些 但CPU散热状况也会因为塑装显卡的热量价位容易囤积在机箱内 使得CPU的散热表现比起直插显卡模式稍微弱一点点 最后我还进行了多一项测试 那就是无光的Torrent Black对比带灯光的Torrent RGB 看看无光的风扇和带RGB风扇的散热性能 在Torrent机箱内的散热表现 Torrent机箱内的散热表现 首先是直插模式 基本上不论是满速状态下还是47分贝状态 而带光和无光版本的差距其实都不太大 最大的温差也就只有2度 而且大部分的测试温度表现基本大同小异 换到实装模式后情况也基本一致 不管是无光风扇还是有光风扇 散热表现都基本大同小异的 因此可以确定Torrent RGB并不会因为自带RGB风扇 使得散热性能有明显的下降 那分型工艺的这一款Torrent机箱 是不是2021年最佳的风冷机箱呢? 在单纯的散热性能表现中或许可以这么说 但一款最佳的机箱 并不能单纯以散热表现来批判 还是得着重在整体的使用体验上来分析 我先整理出Torrent机箱的优点 有着非常棒的风冷散热表现 现阶段几乎兼容所有市场上的风冷散热器 对于高热量显卡有着非常棒的散热表现 良好的理线布局 机箱自带风扇极限器 自带的风扇规格本身并不差 这些都是Torrent机箱本身的优点 接下来就是要说一说我使用后发现的缺点 首先是体积 由于要采用上置电源 对于机箱体积的利用率并没有下置电源那么好了 加上必须为不少散热器和风道做出流化兼容 体积和重量都比起大部分中塔来的大和重 再来是扩展性 我前面说到Torrent机箱对硬盘扩展性是砍掉的这一点 取而代之的是让机箱内部的风道可以更加完善 但吸生的扩展性这一点是无可避免的 然后是外观部分 雾面塑料外观很容易沾灰尘 哪怕我放在纳布去碰它 两天后都会看到雾面塑料外壳有明显的灰尘痕迹了 对强迫症来说确实有点烦躁 再来是双玻璃侧板的设计 理线仓这边虽然是采用了黑化玻璃 挡住了不少线材明显暴露的情况 但还是能够隐约看到线材 如果换成普通的干板是不是更加理想呢? 最后是前脸面板设计 这个导风罩的设计有点长 如果是选购带RGB灯光的版本 会出现这样把机箱稍微挪换一个角度 就会出现几乎看不到前脸灯光的问题了 回到Torrent是不是2021年最佳风冷机箱这个问题 说实话我没办法以客观的角度来回答你 因为Torrent是分心工艺的全新系列机箱 提供了很多以往分心工艺并没有的特性 也将一些一直以来是分心工艺 机箱原有的特性给拿掉 可以说是分心工艺的一个新尝试 如果撇开客观的角度 就以我单纯主观的看法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Torrent这款机箱的 就因为上述我所提到的缺点我都能接受 又或者是说它的优点概括的缺点 让我可以选择接受这些缺点 所以合不合适 是不是年度最佳风冷机箱 在我看来绝大部分受众群体在看完这期视频后 心中应该有了自己的答案 好了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次的影片可以让各位更加了解 这款分心工艺Torrent的更多使用信息 如果觉得这期内容还不错 就别忘了点赞、分享、支持一下 新观众也别忘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以及加入我的Discord交流群 另外对这款Torrent机箱有任何看法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来一同交流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